近日网上流传一张疑似是周凯梅的抢救电子病历 日期是今个月的11号 写出她的病症和诊断检查的情况 而今早北京警方通报 一位在医院工作的36岁扶姓男子 怀疑利用工作便利 将一名病患的个人病历资料在网上发布 调查发现她的目的是出于炫耀 目前已经行政拘留该名男子 网民对于凯美的病历被公开感到非常不满 而她的突然离世也令人痛心 周凯梅一般被人的印象 都是以演员身份居多 但原来凯美也用了一段时间 去经营她的音乐事业 早在80年代她已经参演很多MV 曾经客串女方的《每段路》 跟女方玩劍击,有形有格,超美女 88年海美出演 陶宏林半梦半醒的MV女主角 见她手担止散 同校长在海边散步 两人情深缓缓 虽然海美留下了不少经典镜头 但当时她仍未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音乐作品 但随着1994年 《二天屠龙记》周智若这个角色 在内地和台湾打开知名度 海美也透过台湾的唱片公司 发表了两张专辑 包括《日出爱情》和《迷戀你》 《无愧于心,多少关一手去破》 《吃苦中苦分裂我》 《如骨骼中灑过泪为救火》 《无愧于天,尽了你到底为何》 《曾带笑成实活歌》 《任结果判断我》 和我拍婚纱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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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之餘亦為兩部劇集 分別獻唱插曲《無愧於心》 和主題曲《相愛一生》 直到2022年初 凱美也有推出新歌 網民更稱讚她聲音甜美 到今年的11月底 凱美出席一個公開活動 並唱出她參演的電視劇 《易不容情》的主題曲 《一生何求》 她因為這部劇聲名大躁 而這次的演出也成為她的絕場 《一生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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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完這首歌 謝謝